在当代演艺圈中,黄博无疑是一种难得的正能量,他出身一般,精力助唱歌手、舞蹈教练等职务,在经过数年的打拼后才成为演员,三十二尊因出演《疯狂的石头》才广为人知。 这相比于现在二十出头,未经波兰就能挑大梁的小鲜肉们,可以说实在太老了,黄博几乎没绯闻,关于他的正面新闻一查接一查,黄博多才多艺,能唱能跳,能格能演,他的丰富经历,让他显得比许多同行都成熟。 同时,黄博还能在香蕉上作画,您知道吗? 2015年10月一天,黄博在微博上写道,香蕉牙签插画,材质,香蕉,工具,牙签过真。 特点,衣会就变似,缺点,观赏保存期只有一天,抛砖艳运,欢迎大家继续。 同时晒出了自己的作品,闻从沈梦看到,黄博用牙签在香蕉上画出了眼镜图案,而且还有母有样。 网友纷纷留言称赞黄博,好友才,博哥精通十八般无异,又考虑香蕉的感受吗?